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式炫耀女儿女婿 还要被同龄花式炫耀工资 这就是90后的悲哀 作为大龄28岁的女青年 而我 通通中招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本来 已经想好了如何应对家里的花式催婚 大不了不回去 不面对 就没有被催婚的烦恼 结果 跟我妈通完电话的第二天一大早 我爸就忙急忙慌地给我打电话 说我妈被我弃住院了 还说 我要是今年不回家 他就死给我看 并且自己回家还不算 还要带着男朋友回家 我欲哭无泪 为了让我妈安享晚年 我连连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回家过年还不好说 可男朋友上哪去找啊 大清早 我刷着朋友圈 看着朋友圈跟我一样年纪的吐槽 我得到了一丝安慰 原来 天底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 往下扒拉 我就看见了一个争女友回家过年的广告 这不是 天助我也吗 我随即就点开那人朋友圈 188的申告 健身 篮球 关键是 这张酷似彭于燕的脸 就这还需要争女友 只是我微信好友 啥时候多了个这么阳光帅气的男人 难道是老天爷见我单身二十多年 开始可怜我 赐给我的桃花 只是 这会不会有点太过了 赐给我个普通男人就行 这样多金又帅的 我怕我hold不住啊 我抱着侥幸心理 私聊了他 说不定他是个高度近视呢 我 你好 我看了你朋友圈的争女友回家过年的广告 请问 你争到了吗 我等了十分钟 他也没有回复 可我明明看见他的名字那儿 一会正在回复中 一会又没了 难不成是已经找到了 我不死心地又发了个 你好 在吗 没几秒 他回复了 在的 还没呢 咱们要现实聊聊吗 这会该我犹豫了 我买完了字 觉得不妥 又删了 考虑了五分钟 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狼 我回了他一个OK的可爱表情包 约了时间 地点 下午 我收拾好一切 画了个精致的妆容 穿了一件自己觉得非常nice的裙子 外面套了个白色的大衣 一切准备就绪 他给我发了消息 说他已经到了 我回 我也打到车了 正在马不停蹄地赶到 你等我十分钟就好 末尾 我还发了个点头弯腰的可爱表情包 他也回了我一个好 车上 我拿出气垫 小心翼翼地看着镜子里完美无瑕的妆容 就怕等会脱妆 出球 到达我俩约定的地方 可能是他长得太张扬的缘故 我一眼就看见了他 高大帅气 很难不让人喜欢 我有些局促 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景 甚至连头也不好意思抬 我只感觉自己脸上微热 年会的时候 面对全公司几百号人 我都能生情并茂地演唱完一整首《雇佣者》 甚至脸不红 心不跳 但是 现在 我恨不得把头埋进桌子底下去 我不得不承认 我怂了 可能 见我局促的窘迫样 惹得对面的人笑出了声 我微微皱眉 只听见他懒散地开口 许君月 你不认识我了 嗯 帅哥 我们认识吗 我疑惑地抬头 眼睛微眯地看着对面的人 警惕性十足 这人认识我 可我脑海里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甚至不知道自己微信列表里 什么时候加了这么一个大帅哥 而且 这个大帅哥的声音 真的好有磁性 难道这是最新的两妹大法 最新的土味情话 不认识我了 对面的人再次开口 我努力回想 还是一点记忆都没有 我摇了摇头 初中的时候 你带领全班叫我没气惯 还记得吗 他微微一笑 我顿时实话了 我还看见周围有两个小迷妹 摸出手机框框拍照 果然帅哥在哪都吃香 我的思绪回到初中时代 他叫沈思哲 身材胖胖的 矮矮的 满脸的胶原蛋白 摸一摸还很有弹性 还时常被我调戏 他很害羞 每次被我调戏过后 小脸红做一团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只知道害羞地跑开 有一次 我调戏过他后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害羞 然后捂着脸跑了 我大喊 哟 小煤气罐子还会害羞呢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跑了 从那次以后 他被我调戏也不跑了 只是生气地瞪着我 就连体育课上 他一直坚持 不下来的三千米 他也每次都跟着跑完 虽然气喘吁吁 但是也能肉眼可见地 瘦下来了 脸上轮廓也出来了 只是中考过后 我们班的人 就分道扬镳了 我跟沈思哲截然相反 他虽然胖 但是成绩很好 他去了好的学校 我这样的混子 只能去了一般的学校 啪一声 我的思绪 被他一个响指 打回了现实 我回过神来 只能尴尬地 朝他笑了笑 低头 就看见他 放在我面前的简历 我心里蹦出两个字 这家伙不来虚的 来真的 连简历都准备好了 而我 啥也没准备 总不能靠我一张嘴巴 那啥 我啥也没准备 我的声音小到出奇 羞愧不已 加上不好意思 足以让我在他面前 抬不起头来 谁让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而我也真的很需要 这样一个男人呢 不要紧 你的资料 我都能背得下来 你看看我的吧 他服了服脸上的 黑矿眼镜 白色大衣 配上黑矿眼镜 真是妥妥的斯文败类犯 而我 也是被他给我的简历 吓到了 满当当的一页 全部都是他的学历 各种各样的奖项 关键是 他还是上市公司 审视集团的CEO 我曹 这两个字 打从一进门 刚见面开始 就已经在嘴边徘徊了 为了自己的淑女形象 我都住了 可看了他的简历 我都不住了 也不管自己的淑女形象了 我不装了 我曹 不是 沈老板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很缺女人吗 他这样的人 不是赶着上架 从A市排到法国吗 没开玩笑 他一下起身 双手支撑在我面前的桌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整个人完美无瑕 这跟初中的那个煤气罐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完全不是一个人好吗 说吧 你有什么要求 我的要求是 我咽了咽唾沫 心里暗自鼓励自己勇敢一点 我的要求是 能不能便宜点 三百一天行不行 我抬眸 四目相对 我承认 我有赌的成分 不过 爸总最终还是咬牙切齿地答应了 接下来 说我的要求了 我一天给你一万 年前可以先去你家 然后年后去我家 价钱都是按天算 不过 去我家以后 任何事都要听我的 一天一万 我一个月也才八九千呢 几天时间 我就能赚好几万呢 傻子才不答应 我顿时两眼放光 整个人掉进了钱眼子里面 立马点头答应 为了怕老总临阵脱逃 到时候去了老家 老总不习惯那儿的环境 或者是吃食 大手一挥 坐着私人飞机 或者拉风坐驾跑了怎么办 所以 我跟他签了个合约 知道他有钱 所以 我把违约金写成了五千万 这样一来 我心里的小九九 倒是开始希望 爸总能临阵脱逃呢 这样 我就能白减五千万了 钱跟男人 我肯定第一时间选择钱 哪怕你是彭于晏也不行 一开始 我还有怀疑他身份作假的疑虑 直到饭后 他开着劳斯莱斯送我回了家 第一次坐劳斯莱斯 我做不到跟别人那样 拍照发朋友圈炫耀 因为我感觉有点晕车 回到家 我强忍着胃力不适 朋友圈不炫耀 但是不代表好闺蜜那儿就不炫耀了 炫耀第一 晕车第二 晕车暂且能忍忍 炫耀豪车跟帅哥真的忍不了 我把在车上偷拍的氛围感 帅哥与豪车的照片发过去 心里倒数三秒 闺蜜那边的视频就开了过来了 我事先捂好耳朵 点了接听 下一秒 闺蜜的大叫就从送话器里面传来 啊 好帅 好帅 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电话那边传来闺蜜的质问 我张了张嘴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 张义的嘴巴张德能塞进去一个鸡蛋 你是说 你初中的时候 骂这么一位惊骇世俗的大帅哥是没气惯 我感觉自己头顶几只乌鸦飞过 这是重点吗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阴谋吗 按道理 这么帅 这么有钱 他愿意花一天一万块钱来雇你当女朋友 天上掉馅饼了 我侧着头想了想 张义说的有点道理 难道说这是一种新奇的报复 用钱来侮辱我的人格 老天爷 这样的侮辱多来点吧 反正我的人格不值钱 我刚想开口 只听见张义兴致勃勃的开口道 不如你把联系方式给我吧 让我替你挡了这一劫 他说的悲愤 我差点就相信了 我直接给了他一个白眼 讲真 这么一个大帅哥 你不心动 不如来个假戏真做 把他收入囊中如何 我也想试试在劳斯莱斯上晕车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别体验 跟五块钱的出租车没啥区别 一样难受的要死 我俩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到了很晚 怎么睡着的 我都不知道 只知道早上醒来的时候 视频开了几个小时 手机关机了才断开 手机开机充上电 我又接着小咪了一会 一觉又睡到了中午 还是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的 起床气一下就爆发出来了 我不耐烦地拿起手机 按下接听键 谁啊 吵死了 我一个美好气地吼了出来 死丫头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太阳都晒屁股了 还不起床 电话那边是我妈苦口婆心的声音 我这才清醒一点 静止坐了起来 妈 你身体怎么样 出院了吗 我想起昨天我爸打电话来 说我妈被我弃住了院 心里顿感无力 有点对不起她 她一把年纪了 我没让她过上安稳的日子也就算了 现在还让她操心住了院 为人子女 最大的不孝都被我占了 我妈一愣 咳嗽了一声 没事 妈就是想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妈这身子 恐怕是撑不到你结婚生子那天咯 我鼻子一酸 眼眶一色 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 妈 你说什么胡话呢 这几天公司收尾 过几天就回来了 你好好养好身体 喂了 不让她听见我哭 我只能强忍着 哎 妈年纪大了 想趁着现在还能动 还能帮你带带孩子 打住 我不想继续听她胡思乱想 胡说八道下去 我开口打断她 妈 我谈了个男朋友 跟我是初中同学 过年一起回来 你放心 啊 真的吗 隔着电话 我都能听见我妈那喜极而泣的表情 嗯嗯 你跟爸都要好好的 过几天 我们就回来了 我妈又交代了我好几件事情 为了让她宽心 我都一一答应 挂了电话 我久久不能恢复平静 因为我妈竟然让我发沈思哲的照片 还有我俩的合照去给她 我总不能辟一张吧 我妈那火眼金睛 一定能看得出来问题 但是 跟沈思哲合照 根本就不在合同范围里面 要是她狮子大开口怎么办 本来还在梦醒时分的状态 现在一下清醒了 想来想去 只能打电话约她出来 我订的地方比较简陋 上次订的地方是她订的 也是她请的课 到处高大上的逼格 至今我还不敢看上次的账单 我就怕一个承受不住 而这次 我订的是个小胡同的烧烤店 虽是小店 也是个小胡同 但是这家烧烤店 也是远近闻名的 她到的时候 换了辆车 比起上次这次低调了不少 从劳斯莱斯 换成了奔驰G 不过 与这儿的环境 还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这次我请客 随便点 别看这儿是个小胡同 东西很不错 我把菜单递给了她 她只是看了一眼 然后又递给我 让我点 说吧 是不是有求于我 这自大的表情 还真是 要不是长了一张 人神共分的脸 估计少不了挨揍 是这样的 我就是想跟你拍几张亲密照 我信信开口 然后她突然向我靠近 用一个很奇怪的表情 看着我 亲密照 有多亲密呀 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她 真的很容易让人入迷 就她这一个动作 我脸一下就红了 我连头都不好意思 抬起来看她 只听见我细如蜜蜂的声音 也不用多亲密 不过 这个大总裁 跟我想的大总裁不一样 就比如 我一直以为 她会很嫌弃 我们现在吃东西的地方 结果 东西一上来 她吃得比我还香 最后结账 我忍痛结了500块钱 我一直没想到 吃个烧烤 能吃下这么多钱 而且就两个人 可能是看我可怜 沈思哲送我回家的时候 在车里就给我拍了照片 回家 发给我 嗯嗯 我愣愣地点头 还没从刚才的 暧昧气氛中缓出来 一上车 她就把我圈在怀里 虽然只是拍张照片 但是脸皮薄如蝉翼的我 还是羞红了脸 第二张 是她靠近我脸颊 借为假释亲我的照片 光是这两张照片 我真是看一次 修一次 而她 脸皮厚 面不改色 难道这就是情场老手吗 当天晚上 我就把照片发给了我妈 顺便转发给了沈思哲 估计 她也跟我一样 需要应付家里 临睡之前 我妈回了我一个 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 有时候不逼你一把 你都不知道 你这么有找男朋友的潜力 眼光不错 最后还附上三个感叹号 这是默认了我找的男朋友 这几日 因为要放假了 我都忙于工作事宜 要不是沈思哲先给我发了微信 我都快忘记了 跟她还有合约这件事情 快过年了 过时不退钱 不截转 今天已经25了 我准备今天把所有的事情忙完 然后就回家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 可 事情越忙越多 一直忙到晚上9点才忙完 跟大家打了招呼 祝福大家新年大忌以后 我就准备下班了 刚出了公司 就见到了那张惊世骇俗的脸 还有那拉风的作假 我笑着跟她打招呼 只见她脸越来越黑 直到开口 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 你不是说 6点或者到7点就下班 我一惊 我忙到忘记自己 告诉她6点或者7点下班的时间 我还把手机关了静音 为了让自己安静地忙完所有的事情 我这才知道 她从6点到7点就一直在这儿等我了 难怪 看她鼻尖有些微红 估计是冷的 大老板都不忙吗 一路上 她都不跟我说话 路过一家奶茶店 我看着里面喜庆的装扮 买奶茶 送娃娃 我心动了 能不能靠边停一下 她不吭声 按照我说的做了 我急忙跑下车 为了不让她多等 我用最快的速度 买了两杯热奶茶 还送了我一个特别喜庆的娃娃 这个给你 不好意思 我今天太忙了 所以忘记了时间 只见她鄙夷地看了一眼 然后嫌弃地收下我买的东西 准备好一切 我们准备开始出发了 本来我是买了高铁的 但是她不坐高铁 拥挤不说 还不卫生 所以我只能顺着她 自驾回去 马上临近过年了 我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得罪她 要不然 我上哪去再找一个 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哪怕是花了钱的 也找不到这么划算的 先哄着吧 把年过了再说 我买了一大堆零食 在车上 我吃的同食 时不时地向大老板投胃一口 她虽然嫌弃 迫于无奈之下 也张了嘴 按照导航 她开了一天一夜的车 中间休息过 我何德何能 到家老家的乡村里面 已经是很晚了 我坐在边上一句话不敢说 因为她的座驾 正在饱受摧残 因为是乡下 穷乡僻壤的地方 所以路很陡不说 还有一段路铺了沙石 没有铺水泥 我又把这件事情忘了跟她说 她全程皱着眉 嘴唇微泯 好似下一秒就要爆发一般 你要不休息一下 路有点陡 会有点慢 都这个时候 大老板还心疼我 我真是该死 你放心 等过了年 修车的费用 我全部承担 哪怕我承担不起 呜呜呜呜 我有种陪了夫人 又折冰的感觉 在我感恩戴德的瞬间 车子突然好像撞上了什么东西 然后不动了 我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的淑女形象 都要维持不下去了 沈思哲让我在车上等着 自己下车查看 原来是山上滚下来一个很大的石头 把路堵住了 根本挪不动 好在 这儿离我家不远了 我打电话给我爸 让他想办法 不然我们今天晚上 就要冻死在半路上了 然后 我跟沈思哲就在车上 等着被解救 半个小时后 不远处 来了几辆车 离我们越来越近 许军月 你是不是还忘记告诉我 你老家还有打劫的 我欲哭无泪 我也不知道啊 对面来事汹汹 我都有点怕了 来着在我们对面停了下来 从车上下来一个壮汉 我这才看清楚 是我的救星来了 爸 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爸 你这大张旗鼓的 整得我以为我们遇到了打劫的 我爸找来了村里所有的壮汉 才把那石头挪到了一边 第一关 算是过了 回到家 我爸给帮忙的父老乡亲滴了烟 本来还想留他们吃顿宵夜 但是很晚了 又不是什么大事 都推托回家了 只是 我妈的眼睛 就没有从沈思哲身上挪开过 妈 我饿了 一天一夜的车 只靠点零食过日子 谁懂我的苦 小沈 我不饿啊 我妈白了我一眼 转而去问沈思哲 而我只关注的是 沈思哲她脸红了 真是万年难得一见 妈 人家开了一天一夜的车 能不饿吗 关键是我饿 我爸从厨房给我俩端来两碗热腾腾的面 外加好几半包好的大蒜 吃面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我无言以对的同时 我妈又开口了 小沈快吃 不够吃的话 这碗也给你吃 然后 我妈就把我面前的面 推到沈思哲面前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了 沈思哲真的就当着我的面 连着我那碗面一起炫完了 好在我爸还是爱我的 重新给我煮了一碗 叔叔手艺真不错 有意去城里开个面馆吗 我可以帮你找店铺 帮你做投资 沈思哲吃得津津有味 而我 听了他的话 顿感食之无味 要是我爸答应了 那我不是亏大了吗 关键是我哪来这么多钱 于是我目光转向我爸 我爸已经被他勾了魂 两眼放光 双手握着沈思哲的手 一脸相见恨晚 小沈啊 趁我爸还没说完 我一把拉着沈思哲起身 回了我的房间 要是再说下去 我恐怕就会倾家荡产 所剩无几了 沈思哲 我瞪着他 完全没在意此刻我俩的姿势 要多暧昧有多暧昧 他这是要我命啊 我把命都给你行不行 他不说话 愣了一下 继而往下看去 我这才意识到 此刻我俩的姿势 真的是一言难尽 我放开他后 他扶了扶脸上的眼镜 丝毫不在意 我只是稀才 不想叔叔的手艺埋没 我张嘴刚想开口 门外传来一阵稀疏 等我再反应过来 去开门的时候 门已经从外面反锁了 好家伙 出卖亲生女儿的 这两口子还真是第一人 我连着喊了好几声 门外都没有回应 摸出手机拨打我爸的电话 打了好几次都不接 打了我妈的 好不容易接了 然后他说 君君啊 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另一个房间我跟你爸堆杂物了 今天晚上你俩挤一挤吧 亲妈 一定是亲妈 我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 我转头看向沈思哲 只见他不慌不忙 这儿摸摸 那儿看看 直到他看见我小学到初中的毕业册的时候 被我一把抢了过来 丑死了 我的形象可不能就此毁了 你睡床吧 我我看了看房间里面 啥也没有 大冬天的 总不能让我睡地上吧 关键是也不够盖的 千算万算 没有算这一步 你放心 我是不会对一个要啥没啥的女人 动手动脚的 再加上我品位没那么差 他说这话的时候 笑得花枝招展 明显是看不起我 我怒了 啊对对对 初中的时候 你就体力不行 就是不知道 现在瘦了 体力咋样了 话一说出口 我差点咬到自己 公囊寡女共处一室 我还这么明目张胆的说这种话 这不是惹祸上身吗 他脸色也越来越差 然后当着我的面 脱掉黑色大衣 疼一下 来到我面前 一把把我按在墙上 我刚想大叫 被他一把捂住嘴巴 我心想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我能不能行 你要不要试试 我瞪大双眼 看着他近在咫尺的俊脸 草 真帅 直了 这辈子没这么无语过 沈思哲调戏过我后 我鬼使神差的闭眼了 我发誓 这肯定不是我的意愿 毕竟 作为一个二十八的大龄女青年 真的很难抵抗这种诱惑 好不好 哈哈 许君月 你真可爱 她啪一下 轻轻弹了一下我的脑门 我回过神来 已经是双脚泛红 心跳加速 恨不得从跳出来 连身体也在发热 我心里大喊 丢死人了 最后 我俩达成共识 都睡床上 因为只有一床毯子与被子 所以 盖也是盖一起 临睡前 我说了句 沈思哲 我相信你的为人 安他的人 也安我的心 只是 在我没发现的时候 沈思哲低沉地笑了一声 我本打算 一晚上不睡着 就跟他死磕 然而 我败了 我怎么睡着的都不知道 直到早上 我妈来砸门 身边的沈思哲 早就不见了 我拿起手机一看 十一点了 也就是说 我从昨天晚上 睡到了十一点 你怎么回事 小沈早上八点 就起来帮我忙活了 你睡到现在 休不休啊 我揉了揉眼睛 翻了个身 妈 我很累 让我再睡会 我妈的声音 淹没在沈思哲的话语里 阿姨 让君君多睡会吧 她这段时间 确实很辛苦 我心里感激沈思哲 下一秒 我又睡着了 有了沈思哲的话 我一觉 睡到了下午三点 直到肚子真的很饿了 我这才起床 让我爸给我煮了碗面 吃了面 我感觉沈思哲的脸色有些难看 甚至有点难以启齿 你怎么了 我以为是她吃不惯我们这儿吃的东西 结果 她凑近我耳边说了句 我想去厕所 我扑施一下 笑出声来 沈思哲脸黑了 厕所出门左拐呀 有字 没看见吗 我看见了 只是 她脸色越来越黑了 我们这边的厕所 都是那种露天的 比较简陋 甚至于厕所里面 也只是几块板子支撑 别说沈思哲了 就连我去 都要费好大的力 我只能带着她去村里 建立一个公共厕所 又怕她迷路 我在厕所门口一直等着 从公共厕所出来后 沈思哲又恢复了往日那种 神采奕奕的感觉 许军月 你带我逛一逛吧 她看着四面环山 开了口 乡下地方 大多数都是群山环绕 虽然穷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地方的环境 真的比城里那些人 建公园有意境 我手有些冰凉 我搓了搓手 只想着能回去烤烤火 暖暖身子 然后 她一把拉住我的手 食指向扣 揣进她大衣的口袋里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开始挣扎 想正开 就听见她开口 咱们现在是情侣 不是仇人 好多人看着呢 别动 我抬头看了看四周 确实 一个村的情报站 都在看着我俩 时不时焦头接耳 好像在说什么 时不时大笑 时不时地撇嘴 我带着她四周逛了逛 关键我也确实冷 冷得浑身都在发抖 她把大衣敞开 将我搂在怀里 很冷吗 温柔似水 有那么一瞬间 我差点沦陷 审思者搂着我 大摇大摆 从情报站的路口路过 他们的谈论的声音更大声了 大多都是 我八字真好呀 啥的 还有人说我飞上枝头 变凤凰呀 什么的 这有啥呀 不就是个开奔驰的小伙吗 我家小小明天回来了 她男朋友还是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呢 还是个开宝石节的 走到不远处 我就听见身边的人 趾高气扬的言语 我猜得没错的话 说话的这个人 是村里的大喇叭 也有个独生女儿 经常炫耀这个炫耀那个 常说自己女儿命好 找了个有钱人 以后不愁吃穿 走出这个穷卡拉 指日可待 我记得 去年 前年 上前年 她都这样说过 过去三年了 她女儿 一年换一个男朋友 每次换男朋友 都要来我面前炫耀一番 跟她妈一个德性 不过今年 战斗应该会很强烈 我太冷了 懒得听他们摆弄是非 拉着沈思哲就回了家 吃了晚饭 我爸非要拉着沈思哲决一死战 就是下完早上 没下完的那盘相对 我爸研究了一天 才找到破解棋局的方法 我缠着我妈 带我去打麻将 过年这段时间 除了打麻将 就是斗地主 炸金花 我妈白了我一眼 又继续看 我爸跟沈思哲下棋 一家人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欲哭无泪 我无聊地在沙发上 刷着短视频 我爸的欢呼声传来 顾名思义 我爸赢了 但是 我知道肯定是沈思哲放水了 因为沈思哲初中的时候 可是得过全国中学生向其比赛的冠军的 军军 我带你去吧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沈思哲刚才是说 带我去打麻将吗 我看向他 他朝我点点头 记上心头 打啥麻将啊 我带着他去了炸金花那一桌 我把规则跟他说了一下 他就开始上手 一开始 大家都把他当成了外地人 不好意思吃他 直到他现金输完 摸出手机 微信余额几十万 支付宝余额百万 他还一脸小白地问我 军军 这点钱够吗 我 大哥 你这是要撑死他们啊 我当沈思哲的左右手 帮他看牌 开牌 弃牌 讲真的 都是一个村的 我真的不想跟他们过不去 只是 沈思哲真的一点不含糊 似乎把握住了精髓 有没有牌 他也瞎喊 瞎上 摸到一个二百三十五 他也能一百一百上 把人家三个K 都吓死了 二百三十五吃了人家三个K 他也不怕走夜路 把我这个小菜鸡 都吓死了 沈 沈思哲 咱们走吧 不玩了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 继续玩下去了 他只是我过来的 过完年就还给人家了 我 还要继续在这儿生长 我还有父母在这儿呢 我可不想 把他们都得罪完了 走的时候 沈思哲把迎来的钱 都还给了大家 我 大哥 不如你救济救济我吧 回到家 我爸妈都已经睡下了 我马不停蹄地打开闲置的那间屋子 果然 里面乱成一团 什么东西都有 连下角都地方都没有 关键是 被子 毯子 都被我爸妈锁起来了 所以 往后几天 我都要跟沈思哲同睡一个屋子 一张床 一床被子 大年三十这天 家里贴了春帘 鞭炮齐名 只要过了初三 我就能解放了 去沈思哲家 肯定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只是我带沈思哲去公共厕所的时候 好巧不巧地与李小小碰面了 我听说 李小小的男朋友 确实是开保时节来的 不过来的时候 也是大晚上 他的车子磨损很严重 保修都要好多好多钱呢 不过 他男朋友有钱 肯定是小问题 这么多天 我都过得小心翼翼 尽量避免与他碰面 因为他真的很难缠 果然 一个村子里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 我抬头笑着跟他打招呼 小小啊 啥时候回来的 真巧啊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拜拜 至于厕所里面的沈思哲 就自求多福吧 我自己都保不住自己了 哎 许君悦 啥时候回来的 老同学续续呀 续啥呀 啥老同学呀 不就是小学同学吗 我转过身 换上笑脸 小小 哎呀 长得真好看 越来越会保养了 他自恋地摸了摸脸 那是当然 女人啊 过了二十五 就要学会好好保养自己 这语气有点耳熟 活生生像个搞推销的 我白眼都翻出了天际 君君啊 听说你找了男朋友 挺有钱的 不过我看你这一身 怎么跟个路边摊一样 就连个像样的首饰都没有 他摆弄自己手上戴着的大钻戒 还有大金镯子 身上还穿着皮毛一体的貂皮大衣 整个就是爆发户的样子 有钱也不是这样显白的 在这乡下 谁知道你穿的是啥 戴的是真是假 你真觉得自己这样穿好看吗 我捂着嘴 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身材本来就不好 个子还矮矮的 穿成这样 俩然像是一个站起来的土拨鼠一样 他生气的跺了跺脚 不像你 你男朋友啥也不给你买 我男朋友还是开的保时捷来的 羡慕吧 从身后的公共厕所 出来一个男的 跟李小小一样 整个爆发户的穿着 真是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baby 这儿的厕所好脏哦 他说这话的时候 还有意无意地瞥了我一眼 我真是要吐了 他还冲我抛了个媚眼 我瞎了算了 宝宝 李小小整个人趴在他男朋友的身上 这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许君月 哦 就是他呀 可是怎么看 都不像是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啊 他俩一起看向我 我真是怒了 穿的新衣服好不好 虽然不是名牌 但是也是花了一千多的 好不容易奢侈一把 竟然被这两个不是人的玩意鄙视了 曹 我正要开口反驳他俩的同时 我身后熟悉的声音响起了 吴大宇是谁呀 他的租车合同 落在公共厕所了 租的还是保时捷呢 我凑近一看 哟 还真是保时捷哀 上面白纸黑字的租车合同 写得清清楚楚 我正想看得仔细 就被人一下抢走 抢走合同的不是别人 正是李小小的男朋友 哟 租的呀 那我可要开始笑了 我捂着嘴 以免自己的笑不雅观 李小小 脸色有些难看 发红发胀 估计也是被气着了 审思者把我搂在怀里 怕我手冷 还帮我搓了搓手 一系列动作下来 竟没有一点违和感 我俩就像是相爱已久的情侣一般 走吧 太冷了 他的声音很温柔 我都要沦陷了 我点点头 被他牵着离开 看着他的手 我有些失神 临走时 他还放了句话 假的今世有毒 百汗而无一例 哦 不对 还能装笔 我强忍着笑 跟着他离开 年夜饭 我爸妈请了不少亲戚 一是为了跟大家介绍沈思哲 二是炫耀自己的亲女婿 事情越闹越大 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爸妈能把我这些爱传话的 七大姑八大姨都请来了 一顿饭下来 笑声不断 谈论不断 这要是不结婚生子 我都感觉对不起这些亲戚 我大姑 我看就今天找个合适的时间 结了吧 我二就 不行 不行 仓促 不然过了年 两边父母先见见面 我表嫂 我同意 我 我在边上根本就插不上话 只能默默坐在一边 脸红心跳加速 沈思哲面不改色 甚至还能掺和一句 我同样就说的 嗯 你同意个屁 他倒是跟我家人亲戚打成一团 反而我像是个外来的 关键 他是怎么做到说 这句话的时候能做到面不改色的 二就 我大喊一声 终止他们的讨论 全家人疑惑地看着我 似乎在等我下一句话 我朝二就使了个眼色 二就 大好的时光不能浪费呀 搞起 我瞥了一眼麻将桌 二就 笑得合不拢嘴 我拉着我妈 还有二姑开始了麻将之旅 他们看春晚 我们打麻将 沈思哲在阳台上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 我的思绪时不时飘向他那边去 我想知道 他跟谁打电话能聊这么久 出神之际 对我妈从桌下踹了一脚 你下 换表扫来 我知道我妈的用意 我刚走到他身后 他就打完了 他一转身 刚好看见我 我有些慌乱 他会不会以为我是个偷听狂 但是我啥也没听到啊 你跟谁打电话呢 跟谁打电话 要你管呀 我妈 她比较啰嗦 她站在我身边 一切都那么美好 浪漫的烟花点亮夜空 白哀哀的雪 被映照得五颜六色的 我甚至开始有点期待 初三过后 跟他回家的场景了 初一早上 我是在沙发上醒来的 并且还是在他怀里 只记得昨天晚上手碎太晚 为了在家人亲戚朋友面前 演出恩爱的样子 我靠着他看的电视 然后就睡着了 亲戚朋友已经回去了 我爸妈在准备早餐 沈思哲从车上 把带来的礼物都拿了下来 昂贵的护肤品 还有衣服 还有保养品 要多奢侈就多奢侈 以后这样来就行了 别买这些贵的东西 在乡下我们都用不上 我妈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是心里肯定乐开了花 只是我还不知道 这笔账该怎么算呢 我愁闷之际 他从一个精致的盒子里 拿出一条闪耀的项链 我曹 我也有份 这是不是不要钱啊 这个送给你 我有点受宠若惊 这个牌子可是项链中的 劳斯莱斯啊 值不少钱 这真的不要钱 免费送我吗 吃了早餐 我带着他随便逛了一下 因为是大雪的天气 所以哪也去不了 我干脆带着他去了上次炸金花的场地 刚好李小小跟他男朋友吴小凡也在 李小小可是出尽了风头 因为吴小凡赢了钱 而且他有钱人的身份也吹出去了 哟 君君跟男朋友来了 沈思哲好像跟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熟识了 谁看见我俩都会打招呼 君君男朋友 不是有钱吗 跟我男朋友比一把 他朝我炫耀了手上的现金 我扫了一眼 大概两三千块钱 估计都是吴小凡赢的 要不然 他也不能这么嘚瑟 可以呀 怎么玩 我还没开口 沈思哲倒是先开口了 吴小凡面露男色 现在进退两难了 不如 就赌你们手上的全部现金吧 我没有现金 可以扫码 沈思哲把手机掏了出来 李小小哼一声 赌就赌 然后 他手上的三千多块钱 就都倒了我的手 该轮到我炫耀了 吴小凡怒了 有点玩不起 腾一下站起身来 指着李小小 就是一顿臭骂 老子刚赢的钱 败家娘们 早知道老子就不跟你来了 丢人不说 现在钱也没了 他说着 还想上手 李小小吓得不知所措 没想到 自己找了个这样的玩意 眼看着巴掌就要上脸 我一把把李小小拉到我身后 你算了什么东西 在这儿还敢打人吗 Girls help girls 关你什么事 把我钱还给我 还真是下头啊 他想从我手上 抢回自己的三千块钱 我当然不给 眼看着他就要上手开抢 突然手腕被人一把握住 沈思哲冷着一张俊脸 把我拉到身后 手上的力道也越来越大 吴小凡整个脸都扭曲了 哎呦 轻点轻点 滚他冷着一张脸 好似地狱修罗一般 吴小凡见状 都是惹不起的 他灰溜溜地 开着自己 租到二手宝石街跑了 有没有受伤 他转身 温柔地看向我 这样的人 真的很难不让人喜欢吧 没事 我避开他的目光 我把李小小拉到一边 说了好多话 希望这次的教训 能把他叫醒 我不屑于与他攀比 各自幸福 有的是祝福 我也会祝福他 一晃 到了初三了 我跟沈思哲收拾好 准备离开 雪已经化了 天气还是很冷 我妈很舍不得我 好几次都泪眼朦胧 为了不让他担心 我一直在安慰他 我爸 小沈啊 上次说的话还作数不 我 沈思哲 作数 叔叔什么时候想通了 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 然后两个人背着我交换了号码 车上 我憋了好久的眼泪 总算不值钱的落了下来 竟怎么憋都憋不住 沈思哲给我递指金的手有点慌乱 你 你别哭 修车钱不用你付 我哭得更大声了 我不要你一分钱 你别哭了 他声音有点大 我还在牺牲抽气 我感觉我挺对不起他们的 他们都这么大年纪了 而我 还在想方设法欺骗他们 我是不是很不笑 我真的该死 我没有尽到笑 反而让他们为了我白了头 我妈平时可爱美了 这次回家 我见到他头上多了好多白发 我哭得越发不能控制 越想越难受 感觉心里被堵得喘不上气来 我爸不爱说话 但是这次 我是真的能感受到他的心情很好 话也多了 但是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开口 我总不能告诉他们 这一切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为了欺骗他们 我真的做不到 沈思哲皱眉 把车靠边停下 他几次张了张嘴 都没有说话 我哭得越来越难受 他把我圈进怀里 轻轻帮我拍背顺气 许君月 你难道不疑惑 我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在朋友圈 发个那样的广告吗 我的亲戚朋友 家人 以及我的所有合作伙伴 都在那个微信 我为什么敢发呢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把鼻涕都不小心蹭在他昂贵的大衣上 他也丝毫不介意 因为 我设置得仅你可见 那条朋友圈 只有你能看见 我如同五雷轰顶一般 愣着不敢动 连哭都忘记了 我不是几岁的孩子 他的这些话 我都能听得懂 如果你想 我能丢下手里所有的事情陪你回来 如果可以 把你父母接到城里都行 只要你在我身边 我现在脑海里就一件事 沈思哲跟我告白了 他说 他以前为了我 疯狂减肥 还得了厌食症 他说 一开始 我老是调戏他 他以为我是喜欢他的 喜欢他白白胖胖的样子 直到我开始叫他小煤气罐开始 他知道 煤气罐不是个好的称呼 我肯定不喜欢他那个样子 他开始疯狂减肥 然后 得了很久的厌食症 整个人消瘦得变了形一般 去了好多医院 看了好多心理医生 甚至还出了国治疗 直到恢复回国 已经是很多年了 那时候已经是大学了 他问了初中的好多同学 才得到我的联系方式 他找了好多借口跟理由 都不敢跟我开口 直到有天 我发了个朋友圈 万能的朋友圈 过年回家 被七大姑八大姨花式催婚 怎么破 然后 他就发了个征婚广告 设置了仅我可见 哪怕我看不见朋友圈 或者说直接忽略了 他也能有借口来私聊我 我听着他的告白 有点不知所措 他说 大年三十那天 跟他妈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 都是为了介绍我 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只感觉自己脸越来越红 还发烫 心跳也一直在加速 君君 不用这么快回答我 我们已经不是十二三岁了 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有答案了 什么时候回我 沈思哲真的很难不让人喜欢 只是我跟他的身份 真的是一个天差地别的地步 我们能不能先去你家 把正式做了 他回忆一笑 好 一路上 气氛尴尬且暧昧 有些冷 他把大衣披在我身上 大衣上还残留着他的体温 一股清幽淡雅的檀香未清鼻而入 我一时间消化不完 半个月的时间 我就把自己送出去了 车行驶了又是一天一夜 我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 只是眼前这好似庄园一样的豪华别墅是哪 这就是沈思哲的家吗 沈思哲家有钱 我是知道的 可是能这么有钱 我确实不敢想象 他家是一处庄园 然后庄园里面建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 贫穷直接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见到沈思哲的父母 我有点拘谨不敢说话 我总算知道沈思哲刚开始去我家的心理变化了 君君 饿了吧 小哲有没有买吃的在车上给你吃 这个臭小子 啥也不懂 他妈妈好温柔 眉宇之间跟沈思哲还有点相似 阿姨 我不饿 沈思哲休息了一下 进了厨房给他爸打下手 我跟他妈并排坐在沙发上 我感觉如坐针毡 小哲可是喜欢了你好久呢 能再见到你 说明你们命令有缘 我跟他爸爸年纪大了 很多事情都管不上了 他又是家里独子 我们也很希望他能早点成家 你是好姑娘 你是不知道大年三十那天晚上 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那种笑容 隔着电话 我都能感受到 我坐在一边 安静地听着 我从小教育他 既然选择了一个人 就要全心全意为了那人付出 结了婚以后 要是他品德不好 品行不端 我们一定站在你这边 让他净身出户都行 这发展有点快 每两句话都开始谈婚论嫁 甚至到了离婚 净身出户这一列了 阿姨 我 我正要解释我们的关系 厨房门开了 审思者把菜端上桌 我猛地想起 我们之间的合约 五千万啊 曹 回过神来 我朝着他妈妈浅浅一笑 阿姨放心 我清楚阿哲的为人 他不会那样对我的 吃了饭后 最大的难题就是 我该睡哪 沈思哲家大 沈思哲家大 肯定有闲置的客房 可我是他女朋友 来他家还睡客房 这不就穿帮了 思考万千 他在我家的时候 表现不错 也没有穿帮 而且 也不是第一次睡在一起 睡就睡吧 只是 一回到家 他睡觉 就脱衣服怎么回事 沈思哲 你能不能注意点 还有外人呢 我捂着眼 脸颊发烫 不好意思看他赤裸的上半身 一天一夜没洗澡 你不难受 算了 眼不见心不烦 我躲进被子里 他洗澡出来的时候 浑身上下只裹着一块浴巾 我承认 我不是杀正经人 我偶尔也会在短视频上 偷偷搜索腹肌 然后舔屏 现实还是第一次见 我想起他妈 今天晚上跟我说话 沈思哲从初中开始到现在 等我十五年之久 其实 跟我睡在同一张床上 最难受的 肯定是他吧 面对自己喜欢了这么久的人 再一次相遇 说不定确实是上天的恩赐呢 沈思哲 我有点冷 我蜷缩在被子里 悠悠开口 他身体一震 然后慢慢向我靠近 大手一挥 把我揽进怀里 我感受到 他身体传来的温度 忍不住往里缩了缩 别动 他身体有点沙哑 沈思哲 嗯 我好像也有点喜欢你呢 半晌 面对我的告白 他也不说话 没反应 只是我感觉到 他身体在颤抖 我转身一看 他竟然哭了 我慌了 他生是以为我在骗他 我想伸手帮他擦掉眼泪 我手伸到半空 被他一把握住 他抬起头 我才看清楚 他没哭 只是眼睛很红 我的心被揪了一把 别动 我怕我控制不住 文言 我抬头 主动吻上他的唇 细细吻合 控制不住 那就不要控制好了 两年后 我跟他结婚了 因为我俩都是独生子女 为了方便照顾父母 我爸妈被他接到城里 我爸如愿 开了一家连锁面馆 而且生意一直如日中天 我妈就安安心心 当他的老板娘 沈思哲带我去了 我最爱的云南大理都蜜月 我俩手牵手 漫步在大理的美景中 君君 很庆幸我当初没放弃 我也爱你 女主视角小番外 初中的她 白白胖胖的 很可爱 脸上白白嫩嫩的 瘦下来肯定是个 迷倒万千少女的大帅哥 只是每次体育课 她连一千米都跑不完 总是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 对我看在眼里 我偷偷用我妈手机上网查了 体重过于肥胖的人 身体素质很差 寿命很短 而且以后会得各种各样的病 从那天开始 我带领全班 开始叫她小梅气罐 按照她的性格 肯定会不喜欢这个称呼 果然 她开始减肥 每次我都注意到 她吃得很少 连体育课上最难坚持的三千米 她都跑完了 我在心里暗自鼓励她 给她点赞 只是 后来初中毕业以后 我那句对不起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说出来 我并不是有意说她没气惯的 男主视角小翻外 她看见我发的小广告了 还主动找我聊天了 只是我该说什么 字打出来又删掉 来回好几次 她会不会嫌我烦啊 不过我真的不敢约她啊 心里打气一百下 才下定决心 约了她 她答应了 我一晚上没睡 第二天戴了个眼镜 来演示我的黑眼圈 她认出我来了 我好慌 我好怕她会像以前一样嫌弃我 好在 我们签了约 她像个小财迷 恐怕是怕我知难而退 所以给我订了违约金五千万 不过这都是小数目 钱是她的 我也是她的 我偷偷把我们的合照 设置成了聊天背景 我见到了她父母 心里有点激动 还跟她一起守岁 以后我们是不是就能长长久久了 她妈妈帮我们拍了张合照 我设成了屏宝 她不知道 我勇敢地跟她告白了 我真的很爱她 好在 她也是爱我的